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怎么样把一张普通的照片做成这个有一个简单的边框 还要再加上你自己的摘要或者是你自己的浮水印 好,那这个是在光影魔术手里面的一个批次功能 当然也可以一张一张做 但是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folder叫Oakland 那这次我到旧金山去看孩子 我们到Oakland都住在那个中国城附近 就Downtown的中国城 那在里面呢,我拍了一些照片要跟大家分享 好,先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照片看起来很plan 而且呢,你每次要在那个名字上更改的时候 Oakland 1,Oakland 2也算麻烦 那最好呢,我希望就是说 Either,我就在照片直接写 但是我又不想破坏画面 最好呢,是说有一个边框 我在边框上面就可以注明这是我的照片 我在哪里拍的 那这样子呢,可以跟我的朋友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呢,可是因为我这里面照片总共我筛选了62张 这62张要改起来的时间耗费太长 那我们什么办法让它快一点呢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光影魔术手 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光影 这个是一个不用安装版本 所以你只要去点击这个folder 打开就好 好,这个批次修改的在哪里呢 在档案,这个跟更改它的尺寸是不一样 它的批次修改呢 是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按增加的话 它一次只能增加一张照片 那我现在不是,我是要增加一个目录 什么叫一个目录呢 就是说我希望整批一起修改的照片 我就放在一个folder里面 也是一个category 那你就把它整个拉进来就可以了 好,那我是放在桌面上 桌面上一个叫Auclid的folder 我就按OK 所有的照片一次进来 好,你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按删除 你可以点选之后按删除 但现在我不按删除它 好,如果你不小心删除 你也可以把它增加回来 好,现在我们到这个功能项目 这里是功能 这个是选取照片的部分 清理,你可能把它整个清掉 或怎么样 好,我们自动处理部分呢 我要加刚刚的那个功能 叫轻松边框 因为我刚刚已经先试过了 我可不可以有别的功能呢 你看它有这么多的功能设定 我能不能有别的功能 可以的,我们在增加的部分 它会有这些设定让你选 其实就是跟这边一样 然后呢,比如说 你要选了什么之后 它还可以帮你去 在这边更正选项 好,那我们现在进到那个 你选了 比如说选了这个 轻松边框 我已经选过了 我要选择 黑白就按完成 呃,我要按增加 对不起 我黑白平衡 我按增加之后 它就出现了 按完成它关闭 好,那现在我不需要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要把它怎么样 我就把它删除 好,我在轻松边框这个选项呢 在这边有一个可以更动的地方 它就说你要像片白边啊 还是要那个按底背边啊 还是你要是这种边啊 诶,它可以选很多边 很可爱 好,双线边啊 哦,双线边也很好看 但是我喜欢这个边啊 很简单明了 然后呢,我就在边框设定 诶,这个都可以打边框设定的字 有加签名的这个才可以哦 那我喜欢大白框 中白框也可以 哦,中白框字太小 我不喜欢,我喜欢大白框 好,大白框之后 我就来做这个设定啊 那我字可以选 颜色可以选 然后你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的字 都没关系 但稍微大一点字 有点太夸张 我就OK好 哦,不,确定在这里 好,然后我按OK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好,你认为说这个画面是你要 诶,我们可不可以看看 别的边框是怎么样 哦,好大的边框 不要 这个是签在里面啊 然后这个不要 这是黑边 诶,看起来也不错 很显眼 但是呢,我还是喜欢大白边 大白边 哦,大白边 中白边 大白边好看 好,那我选大白边 然后我就按确定哦 确定之后呢 我就要把我所有的档案 六十二个呢,一次全部过去啊 你也可以做文字签名啦 但是我觉得,呃,加这种轻松边框很不错 好,现在我们到功能项里面的第三项叫输出设定 那现在呢,如果说我是指定输出资料夹,为什么呢?如果你指定输出资料夹的话,另外设一个资料夹的话呢,不要覆盖原来的档案 那你如果后悔了,你想改别的,你就可以自己再另行修改 好,我们在这打开的部分啊,我在这里已经设定了一个在桌面的部分 呃,这个把它关起来,呃,刚刚是Oakland 我现在在OK这边,我设定一个我的输出的Folder 呃,你自己再开一个Folder的意思啊 我就按OK,它等一下就会存到这个地方,不会覆盖它原来的 好,那我现在呢 就按确定 它就开始动作了 好,我们现在就等它动作完毕 看看出来,会不会一次把六十二张照片全部更改成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样子 花了四分十一秒 这个感觉比PickPick还慢一点点啊,但是不错 呃,这个是算大动作啊 好,我们把魔术光影手关起来 光影魔术手啊,每次念错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原来我们希望是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每一张都变成这个样子 在OK这个档案,我们来看一下预览的部分 你看,现在每一张都已经一模一样 所以呢,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呃,六十二张四分多钟,其实还可以,你洗个手吃个饭 呃,还还不错啦 OK,那当初你也可以选不一样的花边,不一定说是要这种花边 你可以不要说这种简单的设定啊,你可以另外选择选择比较花样的边框 然后再加上签名文字,其实出来效果是一样 只是说,呃,我只选一种选项的话 看它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啊 那就介绍到这里 怎么样去加批次修改这个所有的照片的边框 跟加上你的签名文字 就这样子 ắc